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昌桓 我承认你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 不过这次 我赢了 你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吗 这一道叫什么 刚领悟 还没起名 你竟然在和我的对战中领悟了新招式 名字有了 沙神异刀斩 说吧 你们到底在谋划什么 怎么 你觉得我会说吗 总要试一试 那你可要失望了 因为我一个字都不会告诉你 不好 他这是要自爆 好 道爷有些骨气 这次比赛虽然赢了 但是 储物戒指 道爷算有战利品 以方元秀为身份 应该能有不小收获 你这个臭小子 竟然成功呢 元长老 看您的神情似乎感到很意外 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以灵结进一重天 能够将灵鹰进七重天击杀 岂能不意外 那是因为刚好我的灵器 能够克制他的邪魔道 小子 话可不要乱说 这是什么意思 我灵器特殊 对于邪魔道有克制作用 这也是为何我敢答应死道 依您小子 这个方元 竟是一名邪魔道武者 没想到 这方元竟然也是邪魔道 也是 难道你们还知道 学院内有其他的邪魔道 算了 此事牵扯巨大 不能跟你多说 提升你们自身实力 才是正事 走吧 咱们出去吧 我们通过顺门从这里离开 直接回学院 是 有劳元长老 大家快看 出来的人是长欢 哈哈 长哥赢了 是长哥赢了 我这个表弟还真是屡创奇迹 令人惊叹 奇怪 千小个人呢 哈哈哈哈 这个家伙 当然是替我们去讨修炼点了 这个绝世的财神啊 成欢 为何你会没死 嗯 长哥 怎么了 有杀意 的确 的确 有人对我露出杀机 可能是灵元组织之人 或者是有人 也你说了太多修炼点 不然心生怨恨 也说不定 这点小事 不用放在心上 那道目光的主人 很有可能是暗中捣毁 想要置我于死地之人 偿欢潜力巨大 是天大罪 绝不能牛 可以 七花 我赢了 我现在就去找你 偿欢 看到你没事 我就可以放心离开了 偿欢再如何逆天 也是走死一生 那么 你决心跟我走了 嗯 只有这样 将来我才不会成为他的累赘 能够助他一臂之力 你这个女娃娃 是着了魔道 不过老生可以确保 当你再度回到他身边时 愿然会让他震惊 好了徒儿 我们走吧 我回来了 来来来来 法修炼点喽 每人六百万 来 白大哥 这是你的 钱太多这家伙 真是厉害 大家先等等 我回住处看看 昌哥 等会儿要庆祝 你这时候回去干嘛 肯定要把你嫂子接过来 一起庆祝嘛 西花 人怎么不在 承欢 当你看到此信息时 我已经和一名幻道境强者 离开了勇武学院 他说我天生适合幻道 说我为徒 好将他一生所寻 传授给我 而我为了不成为你的累赘 跟他离去修行 勿念 慕容西花 累赘 你怎么会是我的累赘啊 这个傻姑娘 不知道西花今后回来 会变得有多强 我也得努力修炼 如果被自家女人超过 那可丢脸了 院长 您怎么过来了 常欢 恭喜你死斗胜出 再次创造出了属于你的奇迹 多谢院长 且随我来 有些事情 我想要跟你聊聊 你们先去雷火塔吧 等会儿我再来和你们会合 听长姐说 与你死斗的方圆 乃是邪魔道武者 的确 此人曾说我是他们计划中的一大所爱 要将我除之而后快 我想他们的计划 定然是针对学院 此事你不用多想 学院早有准备 页 我们想了解 页 明天 混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